身穿皮革子裙 一身率性打扮的香港艺人莫文蔚 现身台北新衣成品 许久不见的她艺人漂亮 身材较好 为的是她出道30周年 与法国品牌合作 打造末后光年特展 特别喜欢就是有时候拍完的电影 或者一些照片或者MV的衣服 我如果可以存下来 Kick住的话 那我都会Kick 然后我的东西也收藏的特别好 那现在隔了那么多年拿出来 然后哇就像新的衣服一样 继巡回香港北京之后 第三站选择来到台北开展 其中在墙上有着莫文蔚 从三岁到她的演唱会 唱片封面以及杂志造型 甚至很多简报 都是由莫文蔚亲自挑选 当时与台湾相关的活动 对她来说意义重大 我透过照片 透过我的身体姿体来说 所以比如说最重要的 那个可能就是我画 把自己的身体画上一些豹的 豹子的花纹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看起来很sexy 第二就是其实豹子呢 跟我的名字的关系特别的密切 因为我的名字文蔚 其实是来自易经的一句话 君子道别奇文蔚也 无论是父亲撰写的文章 不同时期的写真集 读照 还是演唱会服装 莫文蔚展现了万种风情 也有漫画虚拟人物 莫猫宝贝的周边商品 而这次也特别与法国品牌联名 推出限量手链 西域饼干 希望让无论是粉丝还是民众 都能够感受到莫文蔚的 珍藏回忆 九层话长报导